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因为民进党已经牺牲了林志愿了 所以现在是全党都要找国民党的麻烦 因为那个大家觉得很不爽 而且林志愿他至少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没有抄袭 而且在整个的台大的程序当中 也有很多的瑕疵 例如说你明明是两个月 他本来台大宣布是两个月内提出这个答案 结果十几天都出来了 加快速度 大家觉得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而且校长也要出来 对 连校长也出来开记者会 而且大家觉得你应该 这个是很严重的剥夺一个人的学历 你起码要让林志愿他主动的 他愿意到这个学校来发表他的看法 当然他说前三次他拒绝 因为他认为应该要 那个院长应该要回避 结果院长没有回避 可是他后来他也表达他愿意 结果他的email寄出去 当天早上就开记者会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 这会不会太巧合了 怎么那么巧合 而且林志愿表达我愿意出席 我不是不愿意啊 你不能说这个不到席审判 不得叫缺席审判 就这样子就完全就不听林志愿的意见 所以这个是有瑕疵的嘛 这个言之也说 我们觉得太早就这个事情 怎么这么早就... 现在他们的候选人好像还是流连在林志愿 对 你看他昨天还要继续打 昨天还在开记者会说 什么林志愿他的秘书 去帮这个林志愿去台大国发所上课 讨论论文 甚至说论文是他写的 请你拿出证据 这些媒体人没有直接证据 就含砂射影 说你来告啊 不然你来告我啊 你不来告我就表示你林志愿是你的秘书 帮你写的 这什么道理 那为什么林志愿都不选了 对他不选了 蓝音现在在扎稻草人 然后打一个空包蛋 打出去可以打到什么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昨天开那个记者会 讲了半天 你看今天就没什么消没息了 因为你没有直接证据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那边 鸡蛋里挑骨头的结果 我觉得是适得其反 而且林志愿说实在 他的问题 他的边际效应 已经正在快速的递检当中 只是国民党还是死抓不放 因为觉得还有戏可以弄 还有草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无聊 除了国民党有涉嫌抄袭问题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 涉嫌直接复制台北市一本 简书培的脸书 柯文哲呢 昨天暴怒反质询简书培 抄袭有抄袭的定义 你们没有写过 那怎么跟你解释 我怎么没有写过 我就告诉你我写过 而且我对我的论文 百分之百有信心 你敢不敢 要求蔡碧如 如果抄袭简书培的脸书 辞去立委 你要不要要求 那个蔡英文也出来 他们民进党的立委有抄袭 不要歪落 双标挡 你才双标 双标 你才双标 最无耻的就是你 好 我们看到这个简书培呢 跟柯P在质询的过程当中 显然这个柯文哲 是不是更小重心 那这个我们刚刚就看到嘛 这个柯文哲就说 简书培你有念硕士吗 知道论文怎么写吗 然后他就说台大教授柯文哲 任竹字操 不算抄袭吗 他说我跟你讲 我大学教授 你别问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刘宽哥 是 柯文哲显然无法面对 蔡壁如的情况嘛 所以只好呢 收起 然后被跨跨卡手 用这种方式来反质军 甚至来说 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啊 这个对民进党不利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我要跟各位说 简书培直球对决 柯文哲更小重收起 但重点是 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蔡壁如那篇硕士论文 到底是不是缝缝补补 简简贴贴 先跟各位说 那篇论文我也是叹为观止的 我把它看完之后呢 那篇论文应该算是一本剪贴本 什么叫剪贴本呢 这个文章剪一点 那篇文章剪一点 然后全部剪完之后把它贴起来 那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写呢 后面有一些自己写的 但各位 这样可以当论文吗 但重点是在于哪边呢 第一个 柯文哲很多事情讲不清楚 最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我认为台北市的选民 对于柯文哲的耐性应该快要用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单单一个内湖交通的问题 内湖交通的一个问题的话 最近陈时中有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那时候柯文哲就说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各位你早就知道 你为什么不做 他永远都是早就知道 他永远他都不做啊 这个是最麻烦的啊 那我们来看 减苏培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有理的呢 减苏培后面就几乎是 邓廷康用赌的嘛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他减苏培 他有抄袭的话 他会请辞台北市议员 并且退选直接在年底退选 所以这个都邓廷康的嘛 这个有自信才敢这样子哦 他有自信嘛 他就有那个自信 但这时候最麻烦的是 柯文哲一开始呢 先闪闪躲躲的 那闪闪躲躲的 他不敢要求嘛 那闪闪躲躲的后面呢 蔡壁庐他也在拖时间 重点是最后面他什么呢 他用什么方式 我觉得那个方式是很糟糕的 那种方式就是 我是大学教授呢 这件事情你懂还是不懂 各位 你去看看这种状况 你看得不生气吗 各位你看得不生气吗 但我们这件事情 还是要回归回来 回归回来就是 未来的台北市长 要带大家到哪边去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陈时中现在很多事情 我们从自从陈时中 加入了选举之后 他年纪比较大 可是跟我们发现 他说话他也比较沉稳 他很多的策略 很多的想法是比较前瞻的 他不会很快的去回答 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这当然也是因为 因为他之前卫福部长坐很久 他对那种很多事情 他是很有耐性的 但我们认为蒋万安 来到这里 蒋万安他很急 为什么蒋万安他很急呢 蒋万安他很急 这次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夏立言的夜奔 夏立言这次到了中国去之后 目前仍然在关警闭当中 但重点是会看了谁呢 中国官方已经说了 中国官方已经说了 到时候如果很多的官员不期而遇往南方去 会不会后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个是让大家猜不到的 但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朱立伦这个地方是急到跳脚 为什么朱立伦急到跳脚呢 朱立伦现在是大将 一直往整个蒋万安这个阵营来送 但蒋万安他三个问题 到现在还是没解决 我问各位第一个 选举当中最重要叫牛肉 那他的牛肉端出来没有 各位到现在蒋万安他的选举组 走牛肉在哪边呢 看不到 第二个母姐会的问题 之前很多人去帮蒋万安 到了蒋万安之后 看了他的妈妈 看了他的大姐 看了他的二姐 传说中的蒋家母姐会 然后大家头摸一摸 很多人装病 他就撤出来了 那这次到底现在诸系的大将陈国军 陈国军之前是媒体人 过去之后 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引出来呢 但我认为最后面 最后一颗炸弹会是哪边呢 是蒋万安他爸爸 蒋孝岩那个台商促进协会当中 重重的壳 那这个重重的壳 后面会对蒋万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件事情都不是蒋万安的原罪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目前台北市250万人 可以把我们未来台北的市政 交在蒋万安的手上吗 简舒培就说 如果他是也论文跟蔡壁如一样抄袭 他立刻辞去议员 并且退出选举 你柯文哲敢要求蔡壁如辞去立委吗 那我们看到柯壁就跳针回答说 蔡壁如敢去这个伦理委员会 反向简直不懂就不要问 所以现在柯壁也只能用那种威吓的方式 用他那种台大教授的方式 想要去教训简舒培来瑞德哥 那显然可以看出 柯文哲的水准到哪里嘛 自己的委员有涉嫌超级 不敢面对了 因为很简单 柯文哲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恼羞承怒 很简单嘛 你就面对事情 然后呢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去解决就好了嘛 他问你的是如果 简舒培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简舒培说如果他的论文 自己本身是超级的话 他愿意辞掉议员 退出选举 永远退出政坛 人家拿自己的清白 那你拆壁如敢不敢 对 你柯文哲只会在那边跳针 胡说八道鬼扯说 我是教授 你是教授怎么样 教授了不起啊 教授就是一个职业 之所以社会对教授跟医生这些 会比较敬重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 人家认为你在做育英才在救人嘛 不是你就无懈可击啊 台湾当过教授了犯案的 做人间乱科的 一狗屁到招了 讲坦白的嘛 那可是问题是 你就拿这个东西来压人 你知道吗 你就说不出为什么 你敢讲一声吗 大当家的是 台湾民众党大当家的是台湾变色龙 色变的别人 人家都用槟榔来这个 等于讽刺你 二当家的现在变成神力女超人 抄袭的操啊 蔡碧如在三十几个小时 不敢出来面对了以后 他的脸书第一篇发表的不是这个 他还在攻击蔡英文耶 他没有面对自己的论文耶 他的前一篇是攻击人家林志坚 然后紧接二来人家说 你的论文可能也涉及抄袭 他怎么说 他说自己的论文自己回答 然后说他不是让林志坚会说 自己是原创 但是呢 他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现在简苏培外号小巨人嘛 对不对 你踩在简苏培的肩膀上嘛 你踩在肩膀上 我刚刚说过 论文是几百家之中啊 然后他们前人的智慧 这是没有错 但你必须著名出处啊 你今天被逮到 不是只有简苏培而已 他虽然是做民意代表 社群网站的研究 但是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研究 你必须要有括号引注著名 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著作选法里面规定 那么学术研究 可以强制授权这个所谓 任何人的任何文字的东西 但有一个规定 他的规定就是 必须括号注明出处 如果没有就是抄袭 你以为你的学术论文 就没有抄袭的问题 就没有违反 除作权的问题啊 这就是著作权 智慧心血的保障的结晶嘛 对 清权哦 对 所以你看 他把他抄袭 这个简苏培的这个论文啊 连身为妈妈 四个字都进去了 到底是简妈妈 还是蔡妈妈 你知道吗 然后不是这样而已啊 天啊 中央社 新闻报道本身没有这个著作权 你知道吗 但是你必须要 我说过了 新闻报道虽然没有著作权 但是你必须要注明 他是出处是哪里 政府的报告 记者的报道 简苏培的脸书 施大正教授的论文 天下杂志 雅虎新闻报告 好医师新闻报 金周刊封传媒 巴拉巴拉一大堆 还不包括其他的人 还不包括这个 国民党的桃园市议长 邱玉胜 还有包括 连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张景森的两句话都在里面啊 他现在用什么方式 他现在包括柯文哲也好 包括蔡壁炉 用一种方式 散与托待变 对 我就托 托轨学人会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这些全部被人家查出来的 这些不用等到学人会 我问大家一件事嘛 郑洁在这个捷运板南线杀人 对不对 最正确凿 难道我们新闻媒体不能报道吗 按照柯文哲的说法 要交给司法去 三审定验当天 我们才可以报道吗 是这样吗 学人会只是一个走场过场而已 我想坦白的啦 现在找出来的这些 你如何自言取说 你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蔡壁炉 没有一个著名括号 他说他都有著名出处 所以不算抄袭嘛 你没有著名出处啊 你完全没有 而且你是中抄西抄 这边抄了以后 抄了以后 然后说他问过他的教授 他今天故意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说他问过他的教授 说他没问题 教授只知道你用学术论文 比对学术论文是没问题的 他不知道你在网络上 这边抓 抓了一堆嘛 这个地方当作笑谈 笑一笑就算了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 现在 因为之前把自己 蔡壁炉也是一样啊 柯文哲也是一样啊 柯文哲怎么讲林之间的 所以一口飘 现在准备倒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说人家怎样 抄袭的跟挺抄袭的 然后用丑陋来形容 现在轮到你二当家的厨师了 你是什么态度 他会去学轮会 什么叫他 他会去学轮会 你一点正义感都没有 一点是非道德标准都没有 你才是双标啦 是这个论文抄袭的问题 不论蓝绿白 通通要用同样的标准 否则就会让自己 深陷论文风暴 那现在对蓝营来说 更糟糕了 就是要面对 夏立言访中 酿出的危机 蓝营基层对于朱立伦 没有事先告知沟通 全部炸锅 好 我们看到 这个蒋万安 他原本的针对 这个夏立言访中的态度 是有点暧昧 甚至是有点帮腔 说这个夏立言 就是去中国帮助台商 那现在为何要转向呢 要请教余将军 难道是跟朱立仁说 蒋万安的选情 这蒋万安一直在误判行事 你看这次夏立言访 到中国去 第一个出来叫的是谁 是侯友宜 侯友宜第一个叫 叫第二天 卢秀苑也叫 然后紧接着张善政也叫 张善政叫多凶 你知道直接叫板 我希望我们的夏主席 到对岸去 公开的告诉你 台湾不吃这一套 连张善政这种 这种佛系打法的人都行了 蒋万新想 我不能再坐公车了 对不对 不能说因为我公车位置 没有预定到我就不骂 所以赶快出来骂 太晚了 太晚了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比他早骂 黄珊珊已经开骂了 所以大家很多觉得 这个是不是民众党 白跟蓝之间 在互相把红色的贴给对方 你达到错了 大家误会 是在曾正同 对 你那个算什么 我可是公开的双城论坛 你那偷偷摸摸到对岸去 一点也不光明正大 我们台北市是公开的跟对岸 好好来个双城 这样一比较 果然白的还比较高明 我们比较厉害 我们是有胆子 开大门走大陆 你们国民党偷偷摸到面去干什么 所以现在国民党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做喉舔算谈 越舔不越不是滋味 这又辣又臭 这该怎么办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现在本来 这个朱立伦新领党是想说 夏立元去 然后刚好中国发布 这个台湾的统一的白皮书 然后警戒飞弹设计就停止 那么到年底 中国国民党为台湾带来了和平 这不是我说的 这朱立伦昨天讲 他亲自讲的 说台湾的和平要有中国国民党 要带来 这是朱立伦亲自说的 可是他千想万想 没有想到 这美国的五个参众议员又来了 然后中国又炸锅了 对不对 才刚刚收了兵到渤海 马上昨天又宣布 15号就昨天 又开始加强台海周边的战备演训 又开始了 那朱立伦你讲的和平呢 你讲的和平呢 党场被打脸 立刻打脸 所以我讲 跟共产党谈 跟共产党妥协 只有一个 就是被打脸 被修理 然后被羞辱 那现在蓝营基层到底 对于针对这个夏立伦 仿中的这个态度 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觉得会说 你这个之前朱立伦 才说亲美爱台 两个月就破功了 那现在就说传出说 这个朱立伦有派人 去跟这些蓝营基层去沟通 结果是被这个 被标骂回去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比比皆是 比比桃源就好几个 就已经干高回去了 就说你来讲什么 讲你害死我们 我们好不容易起色了 对不对 现在你把整个林志健 新闻全部盖掉了 对不对 夏立伦的这个事情 你认为绿营不会贴标签吗 绿营不会做吗 我告诉你 不只绿的 白的也做 白的也做 所以说现在 国民党在各地区的参选 他当然很忧郁 他们说一下 这是朱立伦送求给民进党杀 朱立伦其实有的时候 是蛮疼民进党的 对 因为看到民进党 现在这么辛苦 这个林志健被打这么惨 对不对 我绝对不能两手打你一手 所以我把一手背到后面 跟你公平竞争 对不对 你们受伤了 我也来个夏立炎 让大家来个重伤一起打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其实他真的是为了自己 未来二零二四的思考 就是说 他本来预判 这一波的飞弹军演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告诉大家 这个飞弹打过来之后 初期对国民党有伤害 可是因为民进党 他跟对岸的几乎已经不妥协 不谈判 不接触了 不跟你们共舞了 这时候国民党去跟他谈 谈完之后 这个和平的红利 他会收 可是他没有想到 共产党是这么一个 没有信用 这么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党 你才刚刚落地 不久 马上十五号又开始军演 所以这不能谈吗 各位跟共产党还能谈吗 对不对 这段时间其实 中共也完全没有考虑到国民党现在要选举 他才不考量你呢 他根本看不起你 他根本认为你是个要犯的党 你看看那些海峡论 那个海峡的专案 海峡两岸的那个节目 那个主持人找那个学者来怎么说的 这骑墙派 国民党要清党 里面一群骑墙派 你想要左右逢源 没人都没有 这讲的多难听啊 所以你还想透过两岸来获取红利吗 还想大卖这个恐惧牌 大卖和平牌吗 这中国不给你卖了 共产党根本不把你当在眼里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团结 什么时候团结 大家内部的政党可以有各种分歧 可是面对中共 面对中国 面对解放军 那只有一个就是同岛一命 绝对没有二行 因为这个蓝营基层 现在包括台北市 如果连蒋万安都转向 要去批评夏立炎 就说这个中共要去批评中共 然后要夏立炎形成 要公开透明 是不是显然 他是不是嗅到什么样的气息 所以才让他的态度转向 因为其实我讲深蓝 深蓝你大家不是很了解 我是深受其害 我本来是深蓝 可是我深受其害 这段时间你知道吗 中国的军演 对台湾有多大的伤害 有多大伤害 不只老百姓伤害 对国军在军中 束手海江 束手外岛的伤害也很大 那么我们是退伍降临 为什么我知道很多 穿着军服的不能讲 不能讲实话 有军机有军密的问题 要保密 可是我们退伍 我们怎么可以让胡锡进 这样的登徒子 在那个地方张牙舞爪 我当然给你呛回去 你知道吗 这些深蓝的去给陆总部压力 去给陆军总部压力 对说 那个陆军司令 他们都同学嘛 都是官校同学 虽然他只当到中校都退伍了 可是他同学当到上将嘛 就给他压力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让那个于北城乱讲话 什么金门那个信号弹里面有石墨 怎么可以把中国那个无人机给炸瞎 那胡说八道 你们要出来澄清 不能让于北城乱讲 原来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这个陆军才出来讲 你让所有在金门的人 心中这些弟兄多么闷 为什么每个人说 你妈兵哥 那个无人机飞到我们头上 十五架次你们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打信号枪 他陆总部怎么说 那就是一般的信号枪 就是照明弹 你放冲天炮不就好了吗 信号枪多危险了 这个其实多此一举陆军不需要这样子讲 对 我讲我就是 我讲什么叫舆论战 你打了信号枪 我就顺藤摸瓜 我让胡心静闭嘴 我让小粉红吃闷亏 你只要讲一句话 这是机密 我无可奉告 陆军根本不需要来讲 对你在澄清什么 对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是就有这么一批 跟陆军司令非常熟人的人 就跟他讲 你不要让陆军乱讲 你要澄清 陆军没有要中国开战 那你推武啊 你们这些穿的军服 生的心心 你推武啊 没本事战 怕死就不要当军人 所以我说这些人 真是可耻到极点 我一直出来 我一直在各个节目 我都是捍卫国军 我都捍卫国防部 我都帮陆军司令部讲话 我说他们很辛苦 每个人都很努力 周有做一些谋略 一些谋略 自己把自己的短处讲出来 你是干嘛 中共同路人吗 我跟你讲 一般的老百姓 当中共同路人 我没有意见 这些肩上扛着心心 这些保家卫国权力的人 你如果没有胆跟中国真正的捍卫国家 你趁早退伍 不要站在这个位置 让我们蒙羞 对的确 因为现在的台海之间的关系 的确是让我们国内有些民众 是有些疑虑 但是现在是蓝颖反而针对 夏立言反而针对朱立伦的一些决定 是气到说不如去投靠柯文哲 明凤姐显然蓝军是不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出现这个互相立场不一致的情况 甚至连聖文都说夏立言是忍辱负重 这代表什么 显然是不是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形 把朱立伦给骂翻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蓝颖的明代反台 是绝对有道理的 我觉得朱立伦真的 你欺骗一般民众就算了 欺骗外人就算了 他连自己人都欺骗 他派夏立言去的时候 就跟那个像那个有些黄近平 或是有些议员解释说 我们这趟去 中共可能会在年底 给我们一些什么好处 那个功劳就会归给国民党 所以整体对国民党是有好处的 但是问题是 后来这个陆委会 这个就紧急申请 仿中的这个内容曝光了 他会见到汪洋 见到一些什么这个高层的领导 他本来是跟大家讲说 不会 只会见台商 对不对 然后会不会见张志军 刘洁一都不一定 结果他在里面的这个申请里面 甚至连汪洋都写进去了 那你不是 你要是你是国民党的议员 今年要选举 你不觉得他骗很大吗 你真的很离谱嘛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去 而且你戴的是夏立 而且是你的这个大舅子高师伯 那到底是为了党 还是为你的2024年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党主席 为免得太自私了嘛 所有党在那个所有党员的要参选的 这个民意代表 不管是这个县市首长 包括侯友宜 包括卢秀燕 然后到这个市议员 各层级的市议员 都叫你不要去 因为那时候振军演 军演振结束 然后结果下一波军演又来了 结果你去的时候 他就发表一个 什么统一白皮书给你 新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不是完蛋吗 那结果你就说我是忍辱负重 然后赵春山教授 不明就里还帮他说 对国民党不利 可是对台湾有利 那你这样子证明一下 你对台湾有利吗 你对国民党会有什么利 你根本压根就是对你自己有利吗 我觉得大家这个 包括这个来营的人 会那么气愤 骂朱立伦骂到这个不熟来 连蒋校 连蒋万安都清醒了 都跟着骂 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欺骗了大家 你根本就是为了你2024年 你觉得我前一趟去美国 可能得罪了中共 所以我就趁中共 所谓中共有一句话 就是关键时刻要有关键作用 那关键作用什么 就是我包围台湾的时候 你这时候国民党还派人去 帮我背书 这个才是关键作用 可以平息这个中共内部的 这个反弹的声音 说对啊 这个好像也是有 有这个台湾的人民支持这个 中共什么封锁台湾这样 你根本就在卖台 然后结果呢 你就骗大家说没有 我们是忍辱负重 去跟还要服务台商 然后讲了一大堆什么台商有什么困难 然后这几年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就被戳破了嘛 你根本就是见汪洋 见这么高层的人 那我请问一下 你是在这种时候去 你是认同中共对台湾包围吗 你是认同中共 每次都派军机超越中线吗 你是派这个整个 中共在我们旁边军演跟演习吗 我觉得这个时机点 我觉得朱远先生是太自私了 你不能怪外界给国民党抹红 对啊 你自己自私 你这个沙利言自己安排那个行程 对 对不对 对然后全部 就露线了嘛 全部获利就只有你家那台电脑公司 我请问你 你问邱明宽 看现在股市有那么好的行情吗 不到一年可以翻四十倍的股票 是哪一支啊 所以我觉得是说 你注意什么自私到这种地步 就是说你还骗 而且你还骗大家 骗你的同志 骗你的盟友 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2024年 因为他跟某一位议员讲的好清高 他说你不要 我是豁出去 我2024年是豁出去了 我是为了你们 为了我们国民党的存在 在年底大胜选才去的 我不是为了为自己2024年 结果呢 他不是为了自己2024年 所以那讲完转向 感觉上也是踢朱立伦一脚了 大家就知道明白真相了嘛 讲完一定也有议员 台北市的议员告诉他嘛 说事实上是怎么样嘛 但是这个朱立伦的讲法 大家可以接受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这种事情 我觉得连台北市的市民 台北市民已经大概觉得说 蓝大而绿了 可是这种事情已经到 到了这个底线了 我觉得到两岸最底线了 你能够做下去吗 而且你要骗自己的同志 真的是糟糕透了 现在蓝营是不是变成分裂好几块了 因为朱立伦说蒋万安的选情岌岌可危 那现在呢 这个蒋万安办公室就出来批中共说 一而再三对台湾军演 造成两岸互信严重破坏 也呼吁夏立妍访中要公开透明 来瑞克 蒋万安自己不出来讲 叫办公室出来讲 那感觉上是踢朱立伦一脚吗 事实上呢 我不懂为什么一个 那么国民党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蒋万安 要整整经过一个礼拜 才突然想起 我应该叫朱立 应该叫这个 等于说朱立伦派他去的夏立妍 到中共那时候隔离出来 要跟中共怎么讲才对 你在一个礼拜前 上个礼拜不是这样讲的 上个礼拜国民党所有的六都 这个候选人大概都跳出来 一致说时机不移 有带商榷 从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直到这个 等于说台中的这个卢秀燕 那么包括这个高雄的客人 不是都说时机不移吗 然后这些人 包括很多的议员 很多的黄近平 我看黄近平骂得比我还要凶十倍啊 李明贤啊 李明贤骂最小的 我第一次在这个政论节目 替国民党的议员鼓掌了那么大声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那偶尼他们疯了吗 这些国民党的 那么激动的 他们这些人反对夏立妍 在此时此刻去的 他们疯了吗 没有吧 国民党现在已经分为主流非主流了 是这样子吗 到底谁是主流啊 不知道 因为党中央力挺这个 夏立妍 好像有些人还在力挺这个夏立妍嘛 忍辱负重 四个字都讲出来了 林顺文讲的 你要怎么忍 你要怎么负 我不知道 但是此时此刻不疑 如果此时此刻是对的 这些该做对的事 虽千温然无往矣的话 那从侯友宜开始 这些人倚将 国民党这些人都疯了吗 他们都不知道要忍辱负重吗 所以表示这个事情是有待商榷 是有问题的嘛 那为什么有问题的事情 你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请问一下 蒋万安安是怎么说的 上个礼拜 蒋万安安说 他们是为了台商 是为了这个台商 所以要巴拉巴拉讲一大堆嘛 被解读他是赞成的 不是这个样子吗 上个礼拜的蒋万安 被解读是赞成夏立妍去了嘛 怎么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以后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 苹果日报有个记者 写了一篇说 蒋万安从之前的 这个幕僚后面的操作 他每天形成的这个选战策略 三人小组变更成 好像后来徐晓芯的战斗 他们要求他打打打 打过头了 连难营的人都认为 他打得太过尖酸刻薄了 又被陈国军缩回来 现在你身为一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你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变成是你后面的幕僚 在这个等于说操控啊 所以你现在又突然间一变了 变成说要下立言去讲 军演对这个两岸的伤害 这中华民国的无论不论 上个礼拜你怎么不记得 有中华民国啊 上个礼拜你为什么不敢去讲啊 军演的事情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你还在那边赞成 所以很简单嘛 骗骗骗都是为了选票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就好像民众党的这个柯文哲一样嘛 还有黄珊珊一样嘛 你们的双层论坛办的时机 他们怎么讲 连议会不分蓝绿哦 不分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两个极端对立的政党哦 都说没有 如果在这个军机 还继续老台的情况下 没有已经议会许可 不可以动用 那管你啊 管你三七二十一啊 议员议会算什么 我要办就办 然后现在九十五万 议会说你要这里出 那他现在不出啊 你干嘛不出来 你老婆不是把存责丢给你了吗 直接领了就好了嘛 他说不出 除非中央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讲到什么 讲到蔡壁如的论文 东超西超 超变八代长老了 然后呢 他就六个鬼扯到 蔡英文怎样怎样 民进党怎样怎样 他从来不针对 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所发生的问题 跟他下面的这些民众党的人 所发生的问题去解决嘛 双层论坛 我问你嘛 现在昨天不是 昨天不是又五个 美国的参众议员 来台湾访问嘛 然后呢 中共立刻宣布 东部战区 又立刻给我回到海峡中线 你看 他的军舰跟军艇 今天又越过海峡中线了嘛 那我们英勇的国际 也是一样嘛 就把你吐在那儿嘛 兵来降当 水来吐焉嘛 无事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嘛 这个从小念到大 那时候梁蒋实在讲戒时 老蒋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在练的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今天不是都加码一个了吗 今天不是加码一个 什么台独名单六个人 我为了这个事情 早上我多生气啊 为什么王定宇有 为什么我没有 你知道吗 你上次已经有了 有啦 你上次已经有了 我上次已经被 已经骂过一次了 他这是正式公布的 我上次已经骂过一次了 你们中共非常可恶啊 你知道 我今天王定宇跟我讲 不要生气啊 先让让我啦 还要请我吃牛肉锅 你知道吗 多生气啊 对自由民主台湾来讲 被你们列为这样的名单 是我们的荣耀啊 是我们的狂冠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在此时时刻 我问大家 谁在说两岸一家亲 谁就是背叛台湾的罪人啊 来 袁芸之远 这个夏立衍访中 是不是让你们 蓝鸡基督讲 乱成一团嘛 那因为周刊有报道嘛 就说这个呛 这个气道就说扬言退党 有这样呢 不如去民众党投靠 磕皮耶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完全没有听说是谁啦 如果是有的话赶快报名啦 就是赶快公布啦 对我觉得我们党 我坦白讲了 我觉得国民党这样子 真的是让人家很寒心啦 就是有什么路线什么 大家可以批评 但是骂成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啦 就是说 那当然我觉得党中央是可以处理 再细致一点啦 因为确实就是下了一眼去中国 我们都不晓得啦 对 然后后来我第一时间 我去问党中央的时候 得到消息也是说 因为现在两岸就是比较紧张啦 想说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多增加一些沟通机会 这样你得到的回答 一开始得到也是这样啦 那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喔 那就是两个答案啦 就是一个就是说 希望增加多沟通嘛 然后不要太紧张 你都不知道他们去干嘛 不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党中央也在骗你们吗 没有说实话 我倒觉得没有骗啦 可能就是都是他的目的之一啦 只是说他不是一开始 就把他讲清楚 因为他一开始也不想这个曝光嘛 一开始不想曝光 那为什么会曝光 可能是不是陆委会那边 讲出去的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吗 不是国民党自己主动发布的啦 那所以也许没有想清楚 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去对外 去交代这件事情 交代的理由是你们来 怎么会推给陆委会呢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对外要去 讲说到底是为什么要仿中 这是国民党 我意思说他一开始 也没有说要公开啦 所以也没有想清楚说 那这样不是更糟 本来是说去看台商嘛 台生嘛 然后可能建一些 不知道当地的 就是设台的机关嘛 然后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嘛 就大概大概是这样 但后来发现理由不是这样 其实这样真的非常糟糕啊 你让外界对于你国民党的回答 完全没有公信力啊 就是不确定到底去干嘛 你下里面仿中到底目的真实 但我觉得说实在的 国民党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啦 国民党现在也没办法卖台啦 因为一个夏令言 那什么时候可以啊 国民党的副主席嘛 他去那边去那边拜访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台湾卖台 也不可能是啦 但是去变成去配合中共的统战 也没有配合 所以我觉得苏贞昌 也是扣红帽子 说什么我们去河海唱贺 我们其实是想要去缓解 我们出发点是好的嘛 那民进党因为选举考量 硬要把我们打成说 是什么在地协作者啦 那当然所以我们的 那为什么蒋万现在态度又变了 其实他是不是 秀到什么风向 因为选举的人 选举的人 像我是选议员嘛 蒋万他们是选市长 其实大家就是希望透过自己的 勤跑基层或者提出一些政见 去吸引就是大家的认同嘛 就不希望受到两岸关系的干扰 李明显就反应非常强烈 他真的觉得很糟糕 我觉得他就是怕说 因为他非常认真嘛 他就怕说 因为夏立言去之后呢 可能盖掉了他平常的努力嘛 你不认真吗 你不认真吗 我也非常认真啊 来范老师 现在蓝营所面临夏立言访中 跟朱立伦 包括蒋万 如果他都态度转向的话 显然是不是情况有益 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 蒋万他已经不是一次 这个转向了 他之前是说因为 这个台湾 台湾很多台商 跟国民党反应 说他们从台湾出口到中国的东西 上面有标签 MIT或者Made in ROC 他觉得这个很多台商的产品 因此被扣在中国的海关出不来 所以他要 夏立言要为此来奔走 他是肯定 夏立言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一个两岸的沟通的一个角色 可是他现在发觉 整个大气候 不利于他之前的说法 所以赶快改了吧 而且根本不是这样子 对 而且跟事实不符 这不是第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7月16号 那时候台北市的公车业者酝酿要涨价 那个时候 他在16号的脸书上 他怎么说 他说因为现在的国际油价并不是达到一个最高峰 所以他认为呢 以不涨价为油仙 他访定涨价的哦 可是我们看 而且他说 可是到了上礼拜五 8月12号 他到一个公车业者去访问 他说很多业者跟他反映 所以他说我们公车的运价要适时调整 反映成本 然后呢会朝此方向来努力 运价要适时调整 那表示什么 就是要涨价嘛 然后他发觉不对了 民众已经很反弹了 他就想说 没有没有了 我这个不是要这个调整这个运价 是要由市政府来补贴 补贴这个业者的损失 例如说因为油价上涨的损失 一件事情 他从7月16号到8月12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变三次 这表示什么 他心中没有他的定件 他没有他的 他这个票价的事情 他一下说不要涨 一下说要反映成本 然后现在又说要由市政府来补贴 表示你变来变去 那这就表示什么 很明显随风摆动 犹豫不决 我再举个例子 礼拜天的时候 就是14号的时候 他全国药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 全联会 他们开一个会员大会 在这个一个五星级饭店召开 哇这个人非常多 本来蒋王安说要参加的 而且主办单位也发邀请 还给蒋王安 临时不参加 就说我另外有行程 不参加 结果那场会面 变成陈时中的造势大会 正好天蔡英文也去了 也颁奖 全部不变 而且民进党 包含简 苏培 有九个议员 全部上台 所以变成 那我问你 为什么蒋王安不去 可能在当地的 可能这个参加的 这个药师 可能跟他反映说 这个场子 蔡英文实在是太热了 陈时中太热了 你来可能不如他们厉害 所以你干脆不要来 可能可能药师本来就是在政治立场上是比较亲民进党的 可是这个场子就是你蒋王安你一定要去的嘛 越是你陌生的环境 越不是你的同温城 你就要突破嘛 结果他退缩 就表示蒋王安这个决定 他怕去的时候 风头不如陈时中 所以陈时中说什么 他说我真的很想做市长 这句话出来 全场欢声雷动 搞清楚 台北市有多少药师 六千个药师 台北市有七百多个药房据点 我跟你 如果每一个药房都贴一个 我支持陈时中 那我问你 对蒋王安是不是极度不利 所以就表示什么 他的性格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一天到现场的 有没有国民党的市议员 有 有陈炳甫 有秦桧 他们不敢上台 我的母鸡没有来 我怎么上台 所以你看到 蒋王安你这样做 不但你自己失去了一个 这个争取选票的一个机会 你的小鸡 在那边完全上不了台 你连台北市市议员 你的国民党候选 你没办法拉台他们 你把他们踩在脚下面 所以你看那一天 陈时中带了九个民进党的 市议员候选人在台上 动算动算 场面那么热烈 所以我必须讲 蒋王安 因为你的犹豫不决 你怕被人要比下去 就你不敢到 这个造势的 这个影像的场合去 钥匙的这个场合去 结果是失去你自己的票源 所以我必须要讲 蒋王安的性格 太过保守 太过犹豫 造成他很多事情 都是前后不移植 中共最近一直 针对美国国会议员 不断的来台湾访问 那解放军除了宣布 要军演之外 最近他们又公布了一个 从空中远看 澎湖的影像 那他们就营造 共鸡已经非常逼近 我们的澎湖列岛了 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 小粉红就嗨 像打鸡血一样 余兄弟怎么看 这个讯息 这个画面是真的吗 还是用什么样的技巧 其实我真的 帮国防部讲话 讲到我都有点心寒 但是我还是要挺为什么 在第一线捍卫国家领空的飞官 真的很辛苦 这是一个共军的飞机 他的视角 说你看拍到澎湖了 多清楚 对不对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空军总部今天出来说 不是我讲 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说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这些所谓自称是 于北辰的学长们 你可不可以闭嘴了 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说 这是假的 你不要过两天又出来打脸 说哎呀那于北辰在乱讲 这就是假的 如果你觉得是真的 除非这家飞机是你飞的 这些叛军 这些背叛中华民国 这些家伙 红到发指的人 除非你说这真的 就是你飞的你投共了 你飞过来的 我相信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直接告诉你这是假的 还有一个是假的 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 那次被我打脸 那次被我打脸 打脸完之后 你知道吗 小粉红还把他做成梗图 说这个台军陆军少将 我最讨厌这样讲我 我是国军陆军少将 不是台军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共匪 共匪的这些匪类 你没有资格讲我 你看把他的载弹跟番号 都都都都把他给 打蒙 为什么要打蒙 他们说是保密 其实呢 如果这个这个番号 一出来 我告诉你台湾的航空米很厉害 输入电脑一查 就知道他航次在哪里 因为有卫星图 对 我们现在有卫星的轨迹图 如果你的这个编号一出来 一查就知道你在哪里 那就露线了嘛 对不对 他说你看中央山脉好清楚 对不对 看得好清楚 他一查被发现是假的 对 所以他就把他打蒙 让你看不到 这根本是假的 这也不是我讲 这也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说是假的 所以这些在地协力者 这些再要来黑我的人 我告诉你空军司令部 我觉得空军司令部比陆军司令部有种 就直接说假的 这就是假的嘛 我讲现在 中国如果这么有本事 能够武统台湾 我告诉你 裴洛西那个时候他就来了 就是没本事 还早连拜登这么 这么这么这个周园的 温文如雅 他都讲说什么 两年之内不会了 你还要怕什么 你们这些在地协力者 还等中国过来统一台湾以后 你们分个官来做吗 对不对 在国军 按照国军的晋升条例里 升到中校少校就退伍了 你心有不甘 然后就说 哎呀 这些少将 这些将军都不如我 我当时是实不于我 我告诉你 很多人做了一件 事实上我觉得非常的痛苦 更难过 你知道 国军有非常完善的晋升制度 你要考上陆军学院 考上战争学院 经过历练才能升将军 这些人根本考不上 根本考不上 现在论文们一打 他们慌了你知道吗 有多少考不上陆院战院人 跑去混了一个 这个民间的学历 就比照陆院战院 然后说没有哦 我有硕士哦 可是你不让我升将军而已 丢人啊 丢人啊 军人所要的是保家卫国 是勇气 不是你那张学历 一天当然说什么 你没有硕士 你没有博士 拿出来看看要不要 你现在有硕士有博士 拿出来检验一下要不要 不要跟蔡壁如一样 对不对 人家讲说这个这个佛跳墙 佛跳墙是侮辱佛跳墙 佛跳墙是把所有的美味煮在一起 变成更美味 连佛都想跳墙来吃 那你煮的叫收水汤 糟蹋食材 把这么多东西煮烂 煮菜叫糟蹋食材 所以这是假的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还有没有假的 还有这也是假的 还有哦 大家觉得这样 这艘船 有没有很熟悉 有没有很熟悉 他把他们解放军的船 劈在这边 然后一个人放了望远镜来看 就这艘 哦 就这艘 就这艘 对直接打脸 假的 你看后面的这个 你说看到台湾了 已经接近了 这东部了 都是假的 对这不是我说是假的 这都是空军总部 跟海军司令部 出来直接否认 我觉得这样才对 我们国军 我讲 如果你真的害怕 很多其实很多长辈 可以跟我讲说 余北辰你讲话 不要那么犀利啊 不要惹毛的解放军啊 哪天解放军统一台湾啊 你自己比方 自己留点后路 大家觉得这样对吗 大家觉得这样对吗 我们 他说哎呀 你这样子侮辱了黄埔人啊 我说告诉你 黄埔人还给你 我是中华民国 凤山陆军官校的学生 我不是你们的黄埔 黄埔除了林彪 除了周恩来 都是叛将 你们要跟着叛将走 去吧 我告诉你 中华民国 凤山陆军官校 每一个人都是铁针针的汉子 保家卫国 敢当兵 别怕死 只老虎 他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本事 这个本领的话 他就不应该批图造假 他现在还在批图造假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从上到下 我昨天想起了 俄罗斯的这次的战争 不是很多贪污很严重吗 我想起了中共的贪污 可能也是那么严重 所以大家都在造假 造假了以后呢 好应付上级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